哈囉 大家好 我是該一 今天難得走出戶外來到大家河濱公園 跟我的好朋友 來自香港的接鍵高手 ZERO 大家好 我是來自香港的 在頭健訓冤冤員 ZERO 哇塞 你看一下 ZERO的手臂 接鍵也可以練到這麼粗喔 是啊 因為我們在頭健訓 就是用不同高難度的動作去訓練 所以對ZERO的奇跡我比較大一點 今天呢 ZERO會帶我挑戰 從簡單的接鍵動作慢慢做到困難的 好期待 所以大家不要怕 就是慢慢來就是沒有問題的 好 我們跟著ZERO老師訓練去 Let's go 第一個挑戰動作 哇 哇 這麼難啊 What 我們先從簡單的開始 當然我們可以慢慢來 第一個就是LC 就像誰呢 女生可以做這個 差的 對 90-90度 好 L-SIT 我直接從L開始 L-SIT OK 你感受這裡嗎 Tricep Tricep 跟腹肌 腿前側也會啊 因為你腳要伸直 所以你腿前側也會出力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動作 主要是分量我們的 這個Core 這個是最簡單的一個動作 最簡單的一個動作 簡單嗎 再請ZERO為我們示範一次 哇 哇 太強了 試看看從前面翻到後面嗎 可以 我試看看 我試看看 沒做過 這個就是LC 去一個TOP HAND L-SIT 厲害 厲害嗎 沒有辦法像你這樣伸直 我只能這樣子 這樣夾著 很好撐 如果跟嘉義怎麼力量大一些的朋友 可以做這個BAND UP 就是不是急的 急的比較難一點 Core的比較容易一點 手會彎曲的 比較適合一些力量大的難性 我們第二個動作 就是DRAGON FAT 哇 哇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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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有一個 有一個街看不見的樓梯嗎 哦 哦 隱形街梯 哇 第二個動作 這個就是第二個動作 DRAGON FAT 龍騎 就是等一下 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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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避速 來 OK 撐 撐 這個ZERO剛剛看起來很輕鬆耶 哇 你應該吃很多這個Core 對對對 吃很多腹肌的位置 下背其實也撐得也蠻累的 也有一點點 對 就是因為很多動作就是全新的 主要有一個到兩個那個 muscle group 但是最後其他的也會用很多 我們要不要做第三個 第三個嗎 還有最後一個 哇 哇 哇 太強了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先做這個 Head Race Yup 最後就是Toe 就是高的 就是高的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說的下腹訓練的動作 然後再做一個高的 這裡可以給彎去的 試試看 就這樣子 就是90 就是90 然後過去嗎 也可以 把這個努力 慢慢來慢慢 不太燙 就是把腿放進去 動作 對 OK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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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1 2 1 1 2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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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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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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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腿伸出來 先做這個 把腿伸出來 之後再把哪一個伸出來 所以用更多的腿跟背部 太低了太低了 伸出來 伸出來 你看到他的肺部 收泡 胖起來了 胖起來了 哇 哇 哈哈 飛起來了 哇 你看一下 看一下肌肉的背 練街肩的背 哇你看這個 triangle 而且他的這個後三角 後三角跟他的肩膀都非常大 你平常我去健身房做肌肥大嗎 都有 但是我主要練背部就是在公園 公園 是 因為我們下條健身就是有很多背部 所以我去健身房就是不練背的 肌肉他是跟我說 就算你沒有上健身房 你在公園就是有單槓這些訓練 一樣可以練到差不多是這樣子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 這些難度比較高 比較困難 就是比起你上健身房 你需要的技術也比較高 所以效率也會比較低一點 就會比較慢慢來 就是一般人進來就可以這樣 對對對 這個路慢慢看有點高 好 我也要來玩一下那個空中漫步 喔 這邊 佳音你好像的落距也不錯 啊 上不去了 上不去了 再踩一間 佳音你還有表演的效果 你做一個就是踩出之後 就去後面 背部 今天要挑戰一個combo 哇 今天獻學的獻敗我試看看 嘿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來 三 二 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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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nam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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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六 八 八 六 六 三 所以練接健的朋友 你們有服了大家河濱公園 這邊有一個這麼棒的點可以來訓練 那以上就是今天我跟香港的接健高手 ZERO的一日大家河濱公園接健訓練以及挑戰 那想問一下ZERO就是 香港的健身環境跟台灣有沒有很大的差異 在香港那是健身的中心比較細一點 在台灣就是應該會大很多 因為這個桌金非常貴 在這條健身的公園就是也是非常小的 因為香港地比較小 而且公園也非常小 所以就是台灣的地方會大很多 就等於說是教練課的教練費用也非常貴 那健身的健身房也非常貴 而且非常非常的小 他說啊就像我們三健客跟PeterFinnis的工作室 都比香港健身的地方還要大 更不要說是那些大型的連鎖健身房 那些都非常非常大 所以台灣算是一個健身非常幸福的地方 因為我看台灣的健身的KOL就是網紅 就是非常的多 在香港就是不是那麼多 他們都很想做一個Youtube的Channel 所以這個健身的風氣可能台灣比香港好一點 想要認識ZERO多一點的呢 他的Instagram我會放在這邊 好啊 ZERO的Instagram 還有他的YoutubeChannel YoutubeChannel 大家再歡迎去多認識一下我們這個香港的接健高手 ZERO 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你來我的頻道 教我這些健身接健的動作 下次有機會再來台灣玩 我等一下可以去高雄跟我們在見的朋友一起玩 一起玩一起訓練 然後順便還要去墾丁賽一下肌肉 是 墾丁的辣妹看到應該都流口水了 不可以啦 那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健人蓋一 ZERO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